加东慈恩寺最早在民国48年就建立 当时设有念佛会 后来由红法寺开振上人带领信众来此共修 后续则由传校法师加以增建制完整 现在由元臣法师接任住持 而最早开山建寺的典故 是因为当地居民的信仰而建设 因此现在的大殿 供奉的是药师佛和至光月光菩萨 而这段历史典故 法师也提到 首先我要来介绍我们慈恩寺 在早期民国42年的时候 由于我们的地方的乡身 林丞乡医师跟杨宁吉妹菩萨 那时候才刚起建的时候是 慈恩寺的前身是 在三三国宝庙 那时候叫加东念佛会 那后来我们三三国宝很慈悲 说他那边的信众 常常要办事情 跟我们佛教的一些修行 一些仪式有点不太相应 那他就帮我们提议 选一个地理来把加东念佛会来改建 所以那时候就我们三三国王 他就神价就在这边把这个地理给我们定位下来 那后来慢慢的由我们地方的这个发起人 杨宁吉妹菩萨就召集我们地方上的一些 善信弟子呢 社会选打的 就集资 早期在这边创建 加东念佛会 那到场可以说是 非常的苦行 什么物资都没有 单食子单沙子 这样自己种菜 自给自主 那后面我这一尊 要是如来是 那时候是 我师公 他那时候在这边 建加东执政室的时候 在高雄 像我们高雄市的 老议长 高雄市的议长 朱三客 朱三客 他爸爸 给他发言 这一尊是他们 那时候老议长 他们家族供养的 所以我们全省最早 供养药师佛到场 可以说是在 加东慈恩寺 屏东加东乡 出了许多人才和医师 也因为有慈恩寺 让有心学佛者 可以透过念佛共修 找到身心的寄托处 在药师佛的庇佑下 医治众生心病 因此大殿的药师佛 正是顺民意而生 正好符合佛教 普润群生 慈悲喜舍的精神 大级新闻 五永曲 屏东采访报导 您可以进行 我的厚所 除了 我可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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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好处